七节到八节经文这样说 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番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 那时我说 看哪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哪 我乐意照着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在这里 这三节圣经 其实可以落实在三种不同的人身上 一大卫自己 二大卫所预言的耶稣基督 三今天的你和我 从大卫王的角度 他在当日因为被神拯救 神又借着向他所怀的意念 与大卫讲话 大卫就得以知道 在神的面前存怎样的生命 所当存的就是以顺服神为主 因为顺服神远超过祭物和礼物 番祭和赎罪祭 但大卫当日所领受的 结果后来从新约的观点上 在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就加以引用 用来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心意 他是如何的在父神面前顺服 有的人讲得好 在新约中一经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圣灵中带来阐释和解明 结果就像一层慢子和帕子被揭开一样 我们在此就知道 原来这是神的儿子和父神之间的讲话 如果作为第六节 完全可以被看为是神的儿子 极为了解父神的心意 神的儿子知道 在旧约当中 虽然神设立了献祭的制度 像立维祭当中有 番祭 宿祭 平安祭 赎罪祭 赎欠祭 但人真的在神面前得蒙悦纳 不是靠祭物和礼物 也不是靠番祭和赎罪祭 因为在旧约 这一切都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的 所以第七节 就是子在向父说话 说看哪 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前面先说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就表明了子对父的完全的顺服 因为在旧约的规矩 像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到六节 当以色列人有仆人的时候 仆人若是自动 永远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 主人便带着仆人到门边 去拿一个锥子 追仆人的耳朵 以此表明仆人永远跟随主人 这乃是表示完全的顺从 这里的经文就在讲子对父完全的顺服 所以下面就说 看哪 我来了 看哪 我来了 像不像 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蒙昭 听到宝座上的声音 说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以赛亚就回答说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七节八节 在西伯来书十章第五节还说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这就意味着 道成肉身的基督 是全然听从天父的安排和吩咐 主耶稣所做的一切美事 都是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的 第八节他说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着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主耶稣基督自己就说 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主耶稣全然听神的话 他不做 不思 不想 不说 神旨意之外的一切 而且他深知 整本的旧约圣经 就在为他的到来做见证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而且主也乐意 做神心意当中的一切事 他为此而喜乐 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 他提到说 神的功甚至是他的实物 他说 我的实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在西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也说 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保罗也提到了 这顺服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 这苦难 在神看来 乃是至赞至轻的 是要为成就那极重 无比永远的荣耀 格林诺后书四章十七节 其实当日 当大卫在神的面前领受了 六节到八节的经文时 他原本体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 若献上祭物和礼物 番祭和赎罪祭 都并不是神所喜悦和神所要的 大家可以参考 以色亚书一章第十一节 那大卫应该献上什么呢 大卫应该献上的 就是他自己完全的生命 这生命乃是神自己用大能作为 所救赎的 大卫在这方面的体会 也同样就可以结合为 我们今天每个人在主面前 当存的态度 决心和以后要呈现出来的生命 这就像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所说的 凡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救赎的百姓 神就要我们将自己 献在祭台上作为活祭 我们是因着神的儿子而被救赎的 那被救赎的神的百姓 接下去活着 无论是旧约的大卫和今天的我们 就都要在神的面前 献上生命的主权 完全交由神来掌管 并且也需要活得 像基督 神儿子那般的顺服 其实 这就是六节到八节所说的 这样的生命 会乐意找神的旨意去行 而神的律法 也就是神的话语 也会在人的心中运行工作并掌权 那接着九节到十节 就是诗人大卫 讲到了 他既然蒙了神那么大的救赎 神将他从祸坑和淤泥中拉上来 得站在救恩的磐石上 他便在神的面前唱新歌 他所面对的会众 是他所说的 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华 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 这是指 大卫没有将神的公义藏在心里不说 而是 我已沉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会中 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总之 大卫所说的话 就是指 他在众人当中 嘴唇不加止息的 来公开 见证 神的公义 信实 救恩 慈爱和诚实 大卫的这一举动 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因为好多人蒙了恩 说都不敢说 讲都不敢讲 那这样的人就需要去读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节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因而 我们凡得了神救恩的人 定要在神的面前 大声传扬 公开见证 别等到我们若不说话 石头都开口讲话了 那时 我们的心 便会羞愧 接着第二段 是十一节到十七节 这一段 我们就讲的简单些 大卫是接着 继续向神来求 神对他予以保守 和救护 第十一节显然是 大卫得了神的拯救之后 就希望神 不要向他止住慈悲 从今以后 愿他的慈爱和诚实 常常保佑他 为什么大卫 又担心失去 神的诚实 慈爱 保佑的 这忧虑和感觉 所以十二节就是原因 大卫说 因有无数的祸患 违困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孽 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大卫知道自己软弱 也知道有的时候 因着自身的罪孽 和过犯 会导致他 惊艳到神的坚默 不发声响 与他远离 所以大卫就公然的 向主承认 未来可能还会有 无数的祸患 对他予以为困 而大卫自己身上的罪孽 也会像 生命纪二十八章 十五到六十八节 所说的 在失败的人身后追随 让大卫不能抬起头来 大卫一想到 那曾有的被压制的光景 他就惧怕 胆战心惊 因为正是这些原因 才会有第二节的经历 他曾经在祸坑里 在淤泥中 在悬崖边 以及死亡的边缘 大卫实在不愿意 再重复这样的经历 因此 他就求神开恩搭救他 速速帮助他 十三节 那十四节 十五节 又被认为是两节 与咒诅有关的经文 大卫是愿那些寻找他 要灭他命的 一同爆亏蒙羞 也愿那些喜悦 他受害的 退后受辱 大卫并说 愿那些对我说 阿哈 阿哈的 因羞愧而败亡 这样的内容 就与诗篇 三十五篇 又紧密结合的地方 第十六节 是大卫祷告中 最为美好的愿望 他说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当尊 耶和华伟大 但大卫 在最后 还是向主 强调自己的可怜 他说 但我是困苦 穷乏的 主仍顾念我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神啊 求你 不要 担言 大卫在诗篇当中 不断地提到 困苦 穷乏人 这并不是指着 经济和财富方面的 而是指 在生命的光景上 需要神 眷顾和保守的 大卫将自己描绘为 是一个 最需要神 帮助的人 因此 他切切地向神求 要神 听他的祷告 那我们就实在相信 正如大卫所说 我曾耐性 等候耶和华 括号 最终 他垂听 我的呼求 困苦穷乏的人的 祷告 神真的听了 所以今天 若你相信 在主面前 所存有的 乃是最可怜 最需要神的光景 就谦卑地 告诉神 他必来搭救 必来帮助 并且令 那预备要攻击 我们的仇敌 羞愧 退 退后 感谢主 那今天 大家在读经的时候 请注意 本篇诗当中的 两个要点 一 就是第五节 所说的 神 向我们众人 所怀的意念 究竟 有多多 请你回想一下 你得救之后 神是不是 频繁的 每日 在你的心里 撒下 来自于 他的意念 另外 也好好 思想一下 六节到八节 并且结合着 西伯来书 第十章 五到七节 看到经文那里 描绘 这三节圣经 乃是神 儿子主 耶稣基督的预言 和伟大 救赎事工的应验 那若结合在我们身上 我们又如何体会 这三节圣经 那么我们今天 诗篇第四十篇 我们就读到这里 在结束的时候 再让我们带着 祷告的心 来到主面前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 我的圣灵保卉师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今天将诗篇第四十篇 赐给我 主当日 你将大卫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拉上来 使他的脚立在磐石上 并使他的脚步得以稳当 主我谢谢你 因为我也像大卫一样 得了如此的拯救 主啊 我立定心意 要在你面前 向你唱新歌 我也谢谢你 在我的生命当中 常常有来自于 你所给我的意念 其数众多 就像海沙一样 难以数算 谢谢你如此的爱 主啊 我在今天的经文中 也看到了 第六节到第八节 是关乎我亲爱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预言 谢谢主耶稣 你为了天父的旨意 完全的顺服来到地上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遵照天父的旨意而行 主就求你 把如此的生命 也借着圣灵的帮助 坐在我的里头 让我顺服你 也活出你的生命 并且可以在大会中 和神的儿女中 送赞你 见证你的美名 唯愿你的心 在我的身上得着满足 因为我是你奇妙的手 所要做成的工作 我这样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